问一下张老师 我问你 你怎么看这个李嘉诚 这个高人登广告果然不一样 李嘉诚的地位当然无庸置疑 基本上在所有华文社会 要挺政府都是很简单的事情 这个任何人 这个要挺政府 其实不会有什么压力的 那现在很明显的 以李嘉诚的身份 他没有出来挺特区政府 他讲这个话 让大家有猜测的空间 这本身就代表 他对现在的特区的政策 存有一定的不同意 因为要抵他的身份 要挺特区政府 是很简单的事情 甚至于他只要说支持法治 那个治是写制度的治 这样子的意思 在这个华文社会的人就很清楚 他是站在哪一边的 然后呢 他今天又发表了一个声明 有中文跟英文 他的重点开宗民意就提到是说 年轻人给政府的声音 是震耳欲聋 全世界都听到了 全世界都听到了 川普也听到了 那句话的意思 其实就跟这个 这个悲惨世界 那部电影的主题曲一样 就是说你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那李嘉诚的这个幕后的文胆 肯定是很高明的 就是用了这个声音 这个词就是 年轻人的声音 这个已经是震耳欲聋 所以他自己个人的主张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很清楚 那李嘉诚为什么今天在8月16号 这个特别登报 因为这个代表了什么意义 我个人觉得 过往的这个群众运动 是庶民的香港在发生 但是特区政府也好 中方也好 在意的是中产阶级的香港 甚至是富人的香港 有没有响应 那这个会不会响应呢 就在今天的这个挤兑 会不会出现 来这个图现 所以今天港府 也采取很多预防措施 提款机提不到钱 那这个就是 这个设法缓解这个问题 他们最怕的 其实是富人 富人的香港 起来响应 那李嘉诚在今天出生 他就是富人香港的 最明显的代表 所以这个时机点 也是选过的 而且我认为 他第二个是考虑到 这个川普的动静 那川普呢 很明显过前几天 是给了这个中国 关税的缓解 让大家觉得 是一个对中国 示好的表现 但是今天呢 这个他很明显的表现 说希望习近平 能够跟反对派的 这个群众谈判 这个东西 如果原先跟反对派 这个面对话的 这个可能性 如果是10% 川普现在一讲 恐怕下降到1% 因为现在去谈的话 很明显的 你就等于是 就美国的 这个属下一样 美国提了才去谈 这一点来讲 我认为川普身边 不是没有懂 中国民情 中华文化的人 这样不会不晓得说 他这样一讲 其实是让原先 有可能高层对话的可能性 反而是降低了 这是一种强硬的表现 那第二个是今天 这个美国的媒体 已经在报道说 美国出售F-16V给台湾 那台湾的这个空军司令部 已经发布新闻说 要成立一个新的联队 代表这个案子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因为台湾军方 传统是比较保守 所以也就是说 富人的香港 有李嘉诚代表 开始提出了意见 而且这个意见 我个人看来 是七分批港府 三分批群众 因为要批群众 是很简单的事情 这个这么多的艺人 这么多的群众 他只要说支持特区政府 六个字就好了 支持特区政府 六个字就可以了 但他不这样讲 那第二个是 他看到川普的意思 也就是说 富人香港如果动起来 不管是撤资金 还是上街头 这个对特区政府 才是真正的 难以承担的压力 我们今天聊的是 美中工房在香港 那特别是金融跟超限账 这里头有非常严重的 恐怖平衡 然而张老师 这个中南海 有可能透过这个 国营企业跟外汇储备的系统 那随时也有可能 丢美股跟美债 所以事实上 美中这一次的工房 老美是直接警告老共 不要动武 不要动解放军 然而彼此的恐怖平衡 也存在着 是的 因为这个 从贸易战开始 其实就有一个说法 就是中方也不断的在盘点 到底有没有什么 可以反制的策略 那既然是贸易 对贸易的话 那中国是属于出操的情况 所以他能够 报复美国的不多 那就是这个贸易不行的话 就谈金融 那金融的话 就中国持有很多的美债 但是美债基本上等于美金 也等于中国的外汇存底 抛售美债 这个美债价格下跌的话 他自己库内来不及卖掉的美债 也会跟着下跌 所以这个做法 没有被真的彻底采用 但是抛售美股 这个就是有 这个不断的被提起 是可能反制的一个策略 而且我猜测类似 四大银行 平安保险这一类金融机构 他手上一定有长期大量的一定规模的美股部位 所以丢美股 卖美股造成施压川普是可能做得到的 所以说川普怕股票跌 然后习近平怕倒台 那双方都有各自害怕的这一个缺陷跟弱点 美股跌对川普的影响 不如这个中国人民币贬值 对习近平的影响大 因为美股毕竟全世界投资者都在那个地方 美股跌完全把这个账算到川普头上的可能性 低于人民币跌 对中国内部的冲击 这个是两国政治体制的不同 那这个抛售美股 中国现在各种美股的部位 大概能够立刻出售的 大概是2000亿美元 这当然统计的口径有很多 2000亿美元当然就美股整个的市值来讲 不算太多 但是就是会形成一种预期的心理 因此这个是有可能这样采用 就是如果发生预期心理 大家争相抛售美股的话 那不是不可能再重现几年前的金融风暴 就是美股跳水的情况 所以川普第一个在推特已经发言了 说如果中国用这种经济手段的话 会遭到美国的终极报复 这个川普 什么叫终极报复 川普的这个终极报复 他当然自己也没有明说 就好像这个1972年的时候 这个以色列的运动员在这个慕尼黑奥运被杀害 那个以色列总理那时候是梅尔夫人 记者就访问他说 你会不会报复 梅尔夫人说 我当然会报复 保护以色列的安全 那记者就问他说 你会用什么方法报复 结果梅尔夫人说 我目前还不晓得 但是如果我晓得的话 我也不会告诉你 因为这一定是非常可怕的手段 现在告诉你 那个方法就不领了 那川普说这个军事上的威吓 毕竟考量很多 这个还不一定 但是如果说经济上的报复 基于他个人的出身 他跟这个华尔街大户的这些关系 这个落实的可能性 反而比军事或外交来得大 也就是说你经济搞我美国 我真的会搞你的 因为我后面很多的这个利益集团 是不会看着美国的经济整得下去的 因此呢 这个中方呢 当然也会另外有手段 重要的另外一个手段就是汇丰 汇丰呢 这个我们之前讲过 他在中国是这个百年老店 也是目前来讲 全世界数一数二的这个金融的集团 他的这个资本额跟他的规模 甚至还比中国官方的亚投行还来得大 所以这个中国平安 就是介入了汇丰的经营 那介入汇丰的经营有一种可能 就是汇丰手上一定也有大量的外国投资 特别是美股美债 也就是中国自己抛售美股美债 这个太明显 如果说汇丰抛售 因为汇丰毕竟还是一个英国的公司 那这个来讲对美国的影响还是有 但是相对来讲 就是不会让这个账直接被算到中国的头上 所以中国现在是加强了对汇丰的控制 那这个汇丰的一个礼拜内 三个高管陆续离职 这一点显然是不太寻常 因为汇丰上半年是赚钱的 然后这个高管的这个待遇薪资 这个是以百万美元计的 所以他也不会轻易的放弃 这个这么好的一个职位 一定是有特殊的原因 那汇丰之前 被中国认为 这个这些外籍高管不太可靠 因为汇丰曾经在2010年 配合美国国会的调查 然后去年又配合了美国司法部的调查 结果让孟晚舟跟伊朗相关的交易被美国调查 所以孟晚舟就被抓了 也就是说他游走于中国跟英国 现在是中国跟美国之间百年 在这中间两边取利 这个对他来讲是很正常的 但是目前看来碰到了美国川普 如果真的是要 美国全面中国打起金融战的话 那汇丰的未来还是可以观察 而且创下当初李嘉诚跑得快溜得快 安全下装离开中国大陆 可是这里头有很多 悶声发大财的案例 实际上都是国家权贵资本 给的大财跟给的特权 所以李嘉诚当初的时候看到了 整个中国要起来了 所以他跑得快 然后跟江城在一起 所以北京的一些建设 一些什么大街 长安大街附近很多建设 都是他拿到了 开始在这边 然后河济黄埔在上海这边 都赚到了 然后也帮着中国去巴拉马运河 那边帮中国去扩展 他跑得快赚得也多 赚得多了之后 2013年的时候 所以中国大陆网路上就有个笑话 说王健林 马云 李嘉诚 刘强东 他们在那边讲话说 如果大家来赛跑 谁会跑赢 大家都想说李嘉诚年纪最大 脚又不好 一定跑得最慢 就没想到李嘉诚咻 早就跑在前面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李嘉诚就跟你讲说 谁叫你们等到枪声响的时候 才要跑 你要看到枪拿出来了 你就赶快要跑了 为什么这样 他从2013年开始呢 他就知道说习近平要上来了 他已经嗅到味道不对了 他开始就已经开始往外跑了 他先去跑到英国去 公用事业 人员 电力 然后带他儿子过去 一下子呢 从2013年到现在为止 3900亿港币的钱都到英国那边去了 所以在英国那边他已经去布局了 然后只留在中国的资产 只在不到一成 然后原因是什么 因为当时呢 要上来的时候 他就发现说习近平开始要去整顿 要整顿的时候呢 首先拿他做开刀 那些人民日报啊 新华社啊开始去点名他 那点名他的时候 他就知道说 这些中国的媒体 他在中国已经搞了那么久了 他们会发言 全部针对我一个 那是上面有人指示 所以他又开始跑 然后后来不是讲说 不要让李嘉诚跑了吗 最后他的回应也就是说 落花虽有益 流血虽无情 他要走 就赶快的逃 而且他跟习近平的关系呢 又不好是香港特首的选举的时候 当时的时候呢 习近平要梁振英 就他去支持了唐英年 这样子习近平就很不舒服了 然后后面呢 过去的时候呢 他邓小平虽然年纪大了 但因为他在中国投资 跑进去那么多 所以偶尔还是见得到邓小平 跟着江泽民的时候 是常常两个人就屁事的 好好聊天 老朋友了 到了胡锦涛的时候 只有一次 而面对习近平的时候 从来就没有单独见面的机会 他也知道说习近平对他是有意见的 所以李嘉诚赶快跑 枪声没有响 我看到你的手在摸枪套的时候 他就已经溜了 所以他的那些钱都跑出去 现在到了欧洲 然后是大英国协 现在连加拿大很多的人员 澳洲的人员 这个矿材这些地产他照样的跑了出去 我们今天聊的是川普接连两天 炮了中国而且很凶 一方面前一天讲的是总得有人对付中国 然后最新的说法是说老天爷选我当中国的克星 压根看起来川习两人相生相克好像是个天敌 然而也因为这场贸易战 中国跟香港的局势不一样 那经济跟政治的环境都大幅的转变 最新的新闻上个礼拜才登广告说 黄台之瓜何堪在哉的李嘉诚 他呢要把钱搬到欧洲 他买什么 他花了将近400亿港币 要买的是英国最大的连锁酒吧 那表面上说的是我要投资欧洲 实际上是搬钱离开香港 对你知道他16号才在弄一个广告在香港 说黄台之瓜何堪在哉 结果他19号他的公司就公告说 他要搬430亿港元 然后去买下这个有220年历史 叫格兰网 Grening King的这个英国最大的连锁酒吧跟酿酒厂 那他这个买下来的除了有他近3000家的一个酒吧据点之外 他光占地有大概有700万平方米的一个占地 那人家就去分析说为什么李嘉诚要加码这么多的钱 大概46亿英镑的资金吃下这个格林王的这个整个资产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发现这个不仅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收益很好 第二个是他有很庞大的一个资产的价值 第三个是他是收现金 所以对李嘉诚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 事实上他从2015年就开始卖卖满这一家投资 那现在变成是一口气全部吃下 那很有意思是人家就去推估说 过去这6年来李嘉诚不断地捡了中国的跟香港的一个资产 然后前进欧洲 尤其是重部加码在英国 然后呢他统计一下 过去6年他捡有香港跟中国的资产 高达大概有1700亿人民币 那但是进军在光是英国的资产 就已经高达1.6兆台币 那这一加一减 然后那个一进一出之间 然后就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尤其是对中国人来讲 尤其是中国媒体来讲 中国媒体他们就直接抨击李嘉诚说 你赚钱的时候你进来 不赚钱的时候你就拍拍屁股走人 这是根本是注实了中国的经济的根基 那我们知道说李嘉诚他加码了中国 退出了中国跟香港 然后加码英国 一转眼间他竟然已经变成是富可敌国 实际上又掌控英国的资产 被人家称为是单一最大的投资外商 他掌有英国有多庞大的资产 光是英国电力的配销这个部分 他就掌握了四分之一的市场 然后光是L 就是那个他的天然气LNG那个部分 掌握了三成的市场 然后在水的部分有三% 然后四成的部分也是 那个英国电信这个部分 也是有四成市场 是掌握在李嘉诚手中 然后还有码头的部分也有三分之一 所以大家就说 怎么我们的香港首部 一转眼已经变成了 那个英国的英格兰王的感觉 这就质疑他说 他的这个一转眼间 他的一个布局 让我们让中国也意识到说 李嘉诚真的跑了 所以月中 如果李嘉诚跑的英国资产 在争执的话 搞不好他会从香港首部 变成英国首部 就是说这个很多人嘲笑香港 是李嘉之城 因为李嘉的两个 这个长江实业跟合计黄埔 是港股最大的全职股 再来很多观众朋友不知道 比方说屈臣市 其实是李嘉的 所以你几乎每天 日常生活在香港生活 通通都要跟你家的集团往来的 然而李嘉诚的挂牌公司 这一阵子也受到港股影响 市值也缩水 对 他光去年整个长江集团 他其实就是长江集团 跟合计黄埔 其实在2015年已经合并 所以现在叫长江实业集团 光去年其实就已经缩水了 一千多亿 大概一千四百亿 今年我大概算了一下 他今年大概又减少两千五百亿 因为今年全世界好 去年是全世界都不好 可是今年是香港特别不好 它的在香港这些产业 一定受到影响最大 所以你看 它最主要就是这个长江实业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今年它的到目前为止下跌5%多 那它现在市值剩两千七百多亿 所以光这个部分 它大概就减少了150亿港币 那150亿现在台币就600亿了 光这个部分而已 那问题大家也都知道 它的家大业大号 所以我们可以往下看 那它的产业当中 除了刚刚那个是一个重点 其实它这个电能实业 跟港灯这个部分 其实也是它很重要的产业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 它在英国在欧洲大量收购 很多的所谓的基础建设 很多就透过这两家公司 像刚刚慧珍提到的 它的电力公司 它在很多国家都去买电力公司 包含除了在英国之外 它在澳洲也都在买 基本上就透过这两家公司在收购 所以说你看这两家公司 今年以来它的这个股价 其实也都在往下掉 我们再看到 那再来就是基础建设的部分 那也是我们知道 它很大一块是靠地产 那地产的部分 其中就是基础建设的部分 就这个长江基建 它在做这个部分 那再来就是电信的部分 那合计电讯 我们刚刚慧珍也提到 它在英国收购电信公司 很多就是扣过这个合计电信 那它不只在英国 它在欧洲的好几个国家都在买 那除此之外 这大家比较不晓得的 就它有跨入生物科技产业 那当然这个对它来说 算是一咪咪而已 那再来这个Tom 是它的一个 这长河集团 是叫一个子集团 那Tom8比较不熟悉 可是它在台湾也有产业 像我们这个台湾 很大的杂志集团 陈邦 商业周刊集团 对 陈邦 就是被他们收购下来的 那所以说这是 提供大家参考的 那所以呢 我们比较没有注意到 就是你看 它今年它最主要在收购地产 其实就是这几家 所谓的产业信托 那虽然它公司规模不大 我们要特别注意 今年其实香港的地产 跌得很惨 可是这几家却逆势上涨 虽然涨得不多 但是我就觉得 还蛮有趣的 那再来就是 它的港口的部分 其他的部分 加一加 这真的今年 它的亏损真的是蛮多的 那除此之外 欧洲的部分 这也是它的重点 像刚刚前面在讲 所以财报显示 2018年 这个李嘉诚的欧洲资产 已经超过一半以上了 对 就是说他已经把它大部分 一半以上的资产 搬家搬到欧洲了 没错 我跟观众朋友讲 我们穷人家搬家 就是搬沙发冰箱 有钱人就是搬公司 所以电子业是搬工厂 对不对 最近就一大堆台商 回来搬工厂 那他们就是搬工厂 那李嘉诚加大业大 就是搬公司 但是一般搬到 50多%去欧洲 对 这很不得了 所以你看相较知道 香港现在只剩下11% 香港加中国 还不是只有香港 香港跟中国 现在大概就一半一半 所以各5%多 所以加起来在11% 这个数字在2015年的时候 是大概19%多 所以你看到这4年来 它减少了大概8% 那后代提提 刚刚前面在讲格林兰 大家都讲说 这个格林兰要美国想买 事实上现在英国 英国的这些网友说 你不要买格林兰 我们英国卖给你 美国好了 不要 英国已经被李嘉诚买了 你也不要卖给美国了 基本上已经都被买的差不多 所以像刚刚慧珍所讲的 这边几乎真的 他们买东西太多太多 我们看他在英国买了天然气 现在超过三成 买了能源超过2.5% 所以英国人的日常生活的能源 都脱离不了李嘉诚 是 那这讲一个 他这两年 他买了一个英国很重要的地标 这个叫Blockgate这家 这个地标它是谁呢 它其实是瑞士银行UBS 在英国的总部 因为他居然把它买下来了 那是不是他相当程度 他要准备跟瑞士银行 做一个势力的结合 那其他刚刚才有提到 这个电信公司 英国四大电信公司 基本上到了股份 那其中两家 已经是被他直接所掌握的 好 那要不再讲 英国本来是要抵制华为的 后来为什么英国开始 转而接受华为 其实背后就是李嘉诚 因为四大公司我都有影响 因为其中两家是直输我 另外两家我也有股份 所以为什么四大电信公司 后来决定还是继续采用华为设备 据说就是李嘉诚在其中运作的 所以就提供大家参考 好 那除了在英国的产业很大之外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大概列出来的 这一堆的公司 那我们刚刚讲 他在香港产业 今年赔了很多 其实今年赔最多的是 加拿大这家能源公司 光加拿大这家能源公司 今年就让李嘉诚 赔了一千多亿台币 哇 所以说你看到 这是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那其他我们就不一一讲 但基本上还是一个原则 就是多买这些公用事业 好 我们稍后立刻回来 那问一下汪浩大哥 现在看起来刚刚讲 这个川普访日本的行程当中 这一个军售的交易非常重要 那川普本人也在推特上面发表 美日的贸易也会有全新的进展 而同一时间 彭斯就在西点军校 发表了非常强硬的军事方面的演讲 自从彭斯去年10月份 在哈德逊研究所的 罚共习文演讲之后 那我非常注意彭斯的动向 因为彭斯每次一个重要的演讲之后 那就是共和党白宫政府 一连串战略战术战绩 跟政策手段的开始 于是彭斯这两天的这一场 谈到军事相关的演讲 也非常重要 对 这个第一当然 西点军校是美国最重要的军事学校 那第二他这个彭斯这一次演讲 是非常全面的阐述了 美国军事战略 而且第一次明确的点名 中国作为他将来有可能要 军事斗争 就实际要发生战争的对象 他点名了邪恶轴心 伊朗跟朝鲜都不让人意外 可是点名完朝鲜就点名中国 是 这个说老实话是有点意外的 因为他其他点的那些人 都是邪恶轴心 他现在只差没把中国 直接纳入邪恶轴心成员 对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美国是准备跟中国 进行全面的军备竞赛的 那川普政府上台以后 逐年提高美国军费 明年大概有7500亿美金的军费 那他一定要保持 比方说航空母舰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力量 大概有13艘航空母舰 然后他又要飞机的话 全面进化到F35 那台湾现在还在F16阶段 那从这个台美关系 在这个军事上的合作来讲 我想讲几个历史上的小典故 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点意思 第一就是以前蒋介石时期 最早顺利人 他是西点军校毕业的 可能几乎是台湾军界唯一一个 从西点军校去读过西点军校的 那后来这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美国曾经就是 蒋介石为了要买美国的F5 花了大量的力气 曾经这个为了这个事情 跟美国政府来来回回 沟通了很长时间 最后很久以后 美国才开始卖给台湾F5 后来为了这个才 台湾才开始所谓研发金国号 金国号就是在F5的一个升级 台湾本地的维修 然后改装 这个国防工业 跟这个发展是有很大关系的 那现在当然又在买最新型号的F16 现在在跟美国谈 最后能不能这个谈下来 这个飞机真的来 可能还是需要好几年时间 那这个的话 当然对台湾的空军战力提升 会有很大的帮助 不过呢 从美军的总体战略来讲 我想他们也还是 这个对于南海和西太平洋 岛屿链的重视越来越高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对 那我们现以前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 美国一直是重欧 清亚嘛 重视欧洲 清视亚洲嘛 这个情况最近是有明显的在变化 那你看他们川普去欧洲跟北约 就一直是逼着他说 我要减少在北约的开支 你们这个德国 法国你们多出钱 但是到了亚洲 他就说我们要加强这里的投资 多派军舰 多派飞机 所以整个这个战略重心是在发生变化 这一点的态势是非常明显的 那最近这个因为美国国内通俄门的问题 暂时解决了 所以川普跟俄国的关系又在改善 最近这个普丁又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嘛 也是说他愿意跟美国改善关系 那如果美国跟俄国也改善关系 在欧洲又减少这个投入 把主要的军备和这个战略投资 投到西太平洋的话 那么整个亚太的布局就形成了 王浩大哥 中国大陆的经济都有各种面向的解读 前一波李嘉诚跑了之后 媒体在追的时候 两年前烧过这一类的新闻 然后再往前推 大概两个礼拜前 郭文贵在美国爆料 他认为郭文贵的爆料 主要内容是李嘉诚跟江泽民家族非常亲近 然后他说李嘉诚帮江家洗钱 那李嘉跟江家亲近 所以在江家掌权的改革开放的期间 李嘉诚发大财 那昨天突然中国的财经媒体 再度把李嘉诚拿出来打 直接说李嘉诚狠狠地赚保了人就跑 这背后是有政治意涵跟斗争的这一个氛围的 当然了 这个因为李嘉诚确实是香港一个指标性人物 而且是香港首富 对 他不光是香港首富 他实际上是华人首富了 长期以来 那他自己个人的身家 可能是台湾首富郭台铭的五倍 所以他是非常的有钱 不是一点点有钱 那但是他实际上进入中国去投资 真正大规模投资 跟阔台铭几乎是同一个时间 也就是80年代末 90年代开始 特别是邓小平南巡 那他主要的 在中国挣钱和投入的时间 确实是跟江泽民有很大的关系 他跟江泽民的个人关系非常之好 江泽民每次来香港的话 都是住李嘉诚的酒店 而且李嘉诚会带着他的大儿子 去跟江泽民三个人吃早饭 所以他们的这个是完全在私人层面上 有很好的关系 那在这个李嘉诚在中国的投资 最主要是两个部分 一个是房地产 一个是码头 盐田港和那个上海港口 还有零售业 还有零零种种一大堆东西 因为它是一个全面的这个投入 我简单讲一个标的零售业 比方说台湾观众很熟悉的区城市 就是长江实业的 而长江实业的大老板就是李嘉诚 那当然了就是跟高雄竞争的盐田港 那也是李嘉诚的 那然后上海港有相当重要的一个码头 也是李嘉诚的 那所以呢 就是说他也是中国改革开放 和全球化产业链调整的一个最大受益者 从某种意义上 他在中国挣的钱比郭台铭要多 那但是他的 而且他还安全下桩 对这个就是 郭台铭最近还跑不动了 人家李嘉诚早就跑到达镇得标了 对 所以这个就很特别 他是不声不响的往外跑 已经跑了这个七八年了 那虽然他自己儿子在中国还是政协委员 但是他即使是这样 他过去七八年 每年都是存的在中国是销售卖资产 远远大于他增加投资 所以他不断的跑不断跑 跑到现在的结果是到2018年 他整个长江集团在中国和香港 两地加起来的资产 只占他整个所有资产10% 这个差很大 因为在1997年香港回归20年前 整个长江集团在香港和中国的资产 相当于他整个集团资产80%以上 他从80减到10 这个是非常巨大的战略调整 那这个战略调整 表示他本质上对共产党的体制不看好 就是他认为他的资产在中国 有巨大的经济政治法律风险 他怕这个钱 在中国就是这个问题 马云也是这个问题 像这两天明天系出了问题了 他的一个银行被接管了 就是在中国你挣了钱 你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挣了钱 政府随时可以把你国有化的 就是有些人嘲笑中国是指老虎 但是中国的富商可能也是指上富贵 就是说指上很富贵 但是没有入口袋 没有离开中国都是虚的 郭台铭不是前几天在台湾讲吗 他跟这个习近平到底谁怕谁 他说大不了我就 我就关了场跑了吗 你跑不了 以今天这个财经媒体点名的风声 以本节目过去追踪 包含昨天讲八家美国企业 Uniquero IKEA这些 Nike通通都要跑 然后呢 Sharp的笔记型电脑单位要跑 三星要跑 然后核硕 台湾的电子二哥 华硕 核硕 广达都要跑 然后李嘉诚也跑 就只有郭台铭没有跑 到底谁怕谁 对啊 郭台铭现在中国的媒体 也已经在说了 不能让郭台铭跑 这也是中国媒体公开写文章 在说这件事情 那对于他们来说 当然最重要的是 鸿海集团 在中国有雇将近一百万的雇员 那如果他要跑掉的话 那这些人要失业 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共产党应该是不会让他跑的 那李嘉诚因为毕竟是首富 他脑子好嘛 人家不是现在才跑嘛 人家七八年以前就开始跑了嘛 这就是全球华人首富 跟台湾首富的差别 你这个高级一黑 我们广告之后再回 会在同一时间 在美中贸易战打到这个程度 那中国大陆内部也这一个 不断的发动民主主义 那反中跟反美 两个民主的政治能量 不断的正面对冲跟对立 那这个时间点 对台湾政治跟产业的影响就很大 关键人物除了郭台铭之外 还有台积电张忠谋 大家应该知道张忠谋 其实自己本身就是美国籍 对应该是美国籍 第二个是我去查了一下 他55岁之后退休来台湾 创立台积电 就是拿政府的钱 所以政府的国发基金 其实是台积电的第二大股东 目前国发基金的持股是6.38% 仅次于第一大股东 是花旗托管台积电的存托评证专户 那再来其他的前十大股东 其实都是各国的一个 投资的一个专户存在 所以你就知道说 台积电到底要挺谁 除了昨天汪浩大哥 有特别去点到说 台积电有很多的技术 本身都是来自欧美的 所以在这种技术的情况之下 其实他能不能供给华为 不是他自己可以做决定 第二个是 即使他自己董事会 要做一个相关的决定的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国发基金 也有6%多 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 为什么郭台铭要出来选总统 他除了可以自己 为什么中南海一定要 这个时间点丢包韩国瑜 立拱郭台铭 对他除了自己可以把 整个鸿海集团的供应链 带兵投靠给华为 跟整个中南海之外 如果他是以总统资织的话 他是可以号令台积电 跟所有台湾的供应链 采取一些政策的手段 然后来扶植中南海的企业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郭台铭最主要 他出来选的原因是 他除了要救救自己的 鸿海之外 对中南海来讲 他是他建立他自己 现在的数位铁木王国里面 绝对不可缺少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助力 所以你就很有意思 那同一时间 美国人也不是吃素的 美国人去年底 APEC的会议会派彭斯出来 彭斯是罪反中共的 然后彭斯会跟张忠谋有这样的会面 然后今天美国人再下一层 我给观众朋友看 依序四道追杀令 先追杀中兴 然后前两天追杀华为 昨天追杀大江 今天追杀海康 那将来还有黑名单 因为我在Bloomberg 跟纽约时报看到 已经点名到的黑名单 那整个中国红色追杀令 追杀至此的话 台积电究竟会怎么做决策 那会不会加入美国队 一起追杀 对你知道除了中兴之外 在之前先有个净华 净华连台湾的厂商 联电都被告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发现说 你联电协助净华 开发了相关的一些技术 专利技术 竟然有六项 竟然是跟美光 是非常非常类似的 所以他那一次的 所谓提起诉讼 他除了告联电公司 跟那个净华之外 他还告个人 所以你就知道 美国人追杀联电进华 没有放过联电 也没有放过台籍工程师 所以台积电应该 完全理解的知道 美国人这一波科技追杀令 兼必亲野 恐怕是没有劈腿 两边站 两边攻的这一个好时光了 这就是一个杀鸡警猴 就是说你有样板 你自己等着看 第二个 张周牟自己是美国籍 他如果说真的 他要查税 美国查起税来的话 那个是非常吓人的 所以换个角度来讲 其实如果说现在 台积电的情况是 他不管鱼工或鱼丝 或是在整个战略情况上 对中国来讲 是不可或缺的一块 但是他现在 能不能自己做主 其实他是没有办法 自己做主的 因为美国 苹果 美国政府 对他来讲 那是没有办法 抗拒的一个力量在 所以我觉得 郭台铭有时候 要仔细想一想 你自己走过去 你也不要把台湾的这些企业家 一体推入火坑 你知道吗 这 立头七 也随人 告四名 台湾的三大哥 合作 台大列 大家都快走回来 你自己有125个 紫金城大的厂区 没有办法搬回来 那不好意思 你自己太坏坏 可是你不要为了说 就你自己的 那个鸿海集团 要来选一个总统 然后把整个台湾 跟着一起陪葬 这件事情 其实非常要慎思 2020的 这一个总统选战 生死一战 那台湾变成超级赌场 每个人都在 这一个超级赌场里头 好赌跟说 同一时间好赌的是台商 特别是 这一波中国大逃亡的台商当中 电子五哥 有四哥 证实回来台湾投资 另外一哥 确定回台湾选总统 然后今天出刊的 静周刊再度追踪 科技大咖的回台潮 这个是大举 从中国逃亡回台湾的 这个大咖潮 而这样的大咖潮 最终又影响到 今年的政治经济 跟贸易的攻防 对 静周刊这一次的报导 它点名了三个科技巨头 第一个就是 全球电源供应器的 龙头台达电 台达电之前所announce出来 大概投资回台湾 投资金额是130几亿 但事实上就 静周刊私下去了解 全部加起来是高达547亿元 而且台达电不只回台湾 它现在也整个 举军冲向了印度跟泰国 像其他地方 可以说是全面的撤离中国 第二个刚刚的照片上的 其实就是合作的 那个童子贤 那我们知道童子贤 那天不是挺同婚吗 所以那个记者 就跑去问他 就说这一次好像你也是很响应 他就说对 然后他就说金额 听说经济部说有三大巨头 你好像也是其中一个 那他是跟记者当时证实说 超过200亿 那记者后来就把他的整个合作 然后包括金塑跟锦塑 三个加起来的话 是高达330亿 那这330亿 他钱回来 他其实很厉害 因为他除了是这一波的钱回来之外 他从去年就开始列地 所以他的去年列地从合作 主要是加码在新店的布局 那锦塑的话是在归山 那金塑的话是买下 英叶达的大西的一个厂区 那第三个巨头就是国聚 国聚这一次也加码165亿元 那为什么这一些科技大厂 你看这三个加起来 就已经高达1000亿元 那整个目前为止 经济部公布出来的 52家财商加起来 应该有快3000亿的资金要回来 那为什么这一波 而且我在补充说明 这几咖都是龙头 龙头下来 供应链全下来 而且小咖的下游的服务商都下来 然后讲句不好听的 龙头回来 你要在旁边卖珍珠奶茶跟鸡排 都会多一些生意 所以才会回应到王浩宇 讲到说他这几天在新竹 看到蛮多老外 白人 魏和 那这里头有很多的客户 回来台湾 来台湾 雇台湾的供应链 对 你不要说 那么大例子 大家可能很难想象 我光举台湾的例子 你知道台湾在敦化北路 它后面有超多小吃店 全部都是靠 就靠他们几千个员工在养 那现在台湾不要都更吗 大家在梦里笑说怎么办 怎么办 就是不知道生意要由谁来承接 所以你就知道 如果是连一家企业都会这样 那这一次这么多50几家台商 跪刀 把整个供应链搬回台湾的话 会对台湾的益助有多大 那在这里我们也要特别跟政府肯定一点 就是说国发会现在已经决定 要动用200亿元的一个预算 来补贴这些台商 可以来 就是他们的利息支出 简单讲就是说 如果这个台商本来 现在目前利息如果是1.8%的话 1.5%是净乎帮你存 你自己只要付0.3%这个利息在 那这样算起来的话 你借100亿元 一年只要付3000万的一个利息费 大家都很欢迎 就赶快要回来 那现在政府意思就是说 这个如果预算大家不够的话 我们还可以再往上面加 第二个就是昨天苏贞昌跟工商团体聚餐 工商团体提出个要求说印花税 就是说我们的开公司的人 我们都已经有被你扣掉一些营业税 这些相关的 印花税的部分你重复科税 希望可以扣掉 那重复科税的部分 苏贞昌说一个月之内给你 就是印花税这边要不要取消 一个月之内给你一个回复 可是现在有6个 就是台湾的6个主要的县市 都跳出来抗 6都跳出来抗议 为什么 他说印花税是我们一个很大的 一个税收的来源 所以政府也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你是不是从统筹分配款这边 一并的去解决 你要让台商回来 就一战到足 就是一次解决所有的 财商的问题 并将自在